晴晨四点,51位志工摸黑步行前往摩耶夫人庙 此季57周年,殊胜姻缘成就 此季首次在尼泊尔兰匹尼摩耶夫人庙举办草山 你到摩耶夫人庙里来的时候 你心很自动的就会很清净 而且思维你就不会有很多的杂念 有一种体会就是我在这边进行的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像人说菩提大道指 所以说从花莲链接到佛国圣地 我想这个菩提大道指都是同样的一个维度跟道场 今天是非常不同的 我曾经练习过来 今天我们有三天的胞 我从内心很安静 你只会忘记在你的周围里和周围里 在这个期间中了COVID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参与这个殊胜的潮山姻缘 还好在两天前就出关了 庄严潮山圆满 大家齐聚在慈济兰匹尼会所 透过视讯连线花莲禁私经社 礼拜药师经 我们已经有发愿来到这个佛国 我们祈愿就是以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 开始把持继的整个的法脉 可以在这个佛国里面 然后尤其是为佛教这部分 我想这个还是还要更努力去 试见整个人间佛教的那个精神 大爱新闻 汪诗盈 优尼斯 杜永耀 陈敏 尼泊尔报导